巴黎铁塔、香榭大道、凯旋门和塞纳河 都是外国游客来到巴黎必定造访的景点 但观光客另一大需求就是购物 从香水到巧克力或是名牌包包 更是法国观光产业收入的大宗 不过实施周休二日历史悠久的法国 商店在星期天不开门是司空见惯 但对有需求的观光客来说还真是不大方便 身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创始会员 法国经济复苏武力 不仅让欧兰德总统的声望荡到谷底 也让德国等欧盟伙伴急得跳脚 极力要求法国想出加大复苏力道的办法 而打破多年经济 开放业者在星期假日营业 就是诸多改革措施的一环 星期天开门固然乐了顾客 但原本可以休假的商店员工却不是那么开心 因为星期天我们要出去散步是家庭日 所以可是我因为在这边商场工作 我不喜欢星期天开门 根据法国政府的新规定 原本星期天可以营业的上限是五个星期天 现在提高到十二个 如果是观光热门景点 还可以再放宽一些 以平均一年五十二个周末假日来算 比例并不算高 但工会团体经扬言不会善罢甘休 社会党内更是磨刀祸祸 让欧兰德的政治前途更加艰困 记者徐家仁报道